2022年1月23日乒乓球澳门赛即将收冠 女单决赛刘世文和王曼玉争夺冠军 两人都在之前的比赛展现出夺冠的实力 刘世文连赢王亦迪孙颖沙 可谓是重回巅峰 王曼玉发挥稳定 淘汰陈信同陈梦 职业生涯交手战绩互有胜负 两人有很长时间没在单打赛场碰面 王曼玉世界排名第四位 刘世文第十一位 在混双决赛刘世文搭档许昕 战胜樊振东宽曼夺冠 许昕书给王楚清出局后 刘世文是唯一有可能成就双冠王的选手 但是王曼玉实力太强 就在去年连续拿到世拼赛和全运会的单打冠军 竞技状态保持得不错 更被球迷看好 国拼女一队组长马林担任刘世文的场外指导 王曼玉这边依旧是主管教练肖战负责 两位奥运团体冠军将展开强强对话 胜负要看临场发挥 尽管王曼玉更加年轻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但是刘世文能淘汰孙颖杀晋级 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第一局王曼玉通过提升单板质量 对刘世文形成压制 取得6比1领先 随后王曼玉扩大分差到8比2 刘世文连追3分 王曼玉及时止损 连得2分10比5拿到局点 紧接着轰出11比6先把头筹 刘世文主要还是通过速度和节奏的变化来得分 跟王曼玉对攻不占优势 他力量要差一些 第二局刘世文通过积极变现 来调动王曼玉的反手 王曼玉5比3领先连丢2分 刘世文发球失误直接送分 王曼玉7平连得4分 以11比7再赢一局 刘世文有机会 但关键球出现无谓失误 第三局王曼玉气势如虹 在前三板掌握主动权 只要有机会就进攻 给刘世文带来很大压力 王曼玉连得6分 确立领先优势 刘世文跟王曼玉进行缠斗连追3分 肖战给王曼玉叫暂停 回来后王曼玉稳住阵脚 拉开分差到9比5 很快就以11比7胜出 比赛已经提前失去悬念 第四局刘世文背水一战 首次取得5比1领先 王曼玉出现起伏 反手无谓失误增多 刘世文扩大分差到9比4 王曼玉连追4分 刘世文叫暂停 回来后王曼玉追到10平 连得2分以12比10结束比赛 最终4比0完胜刘世文夺冠 这是国拼在新赛季的首个单打冠军 让我们恭喜王曼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